Hello 大家好 憲哥的POMGO今天宣佈了最新的活動 就是關於薩樂德的活動 今次的影片會說一下 究竟要多少錢才能買回來 還有課金除了有薩樂德之外 還有什麼獎勵都可以吸引到 事不宜遲說一下今次的活動 今次的活動叫做聯絡驚奇活動 就是下星期4 3月21日早上10時 至3月25日晚上8時 焦點之一有新的裝扮 有花式的木棉球 以及進化形態蜂妖精 有機會遇到色違版 我連原本的形態都還沒有 今次還要加上花式 看看今次可不可以捉到 木棉球的花式成員工 之後再捉到普通版 第二大重點 就是新的色違版 花陪陪的五種形態 五種形態都可以放在色違版 但由於花陪陪是地區限定的POKEMON 所以我們香港只會遇到三種 藍色、橙色、白色 大家就看看這幾種顏色 可不可以放在色違版 圖上的五種形態 已經是他們的色違版 真的看上去沒有分別 我一開始都猶疑 所以我在網上找了很多圖片 最後找了官網的圖片 也發現他們兩者 就是色違版和普通版之間的分別是沒有的 但不知道 實際在遊戲中看到的 是否真的完全沒有 但現在說到的 就是他們的分別都不大 所以不知道是否這個原因 花陪陪出現在這個活動實在很好 有新裝版 又有沙律的陪伴底下 在這次活動到出的話 真的好很多 如果只是出新的花陪陪式為版 相信這次活動就不會太吸引 除非他們就全球開放了五種形態 那就不同說法了 這次活動是有收藏家挑戰 獎勵是花式的木棉球 以及星沙子以及XP 活動期間增加機會出現的Pokemon 藍色那一堆是比較稀有些 正如剛才說 我們花陪陪只會遇到三種形態 就是藍色、橙色、白色 花陪陪的地區限定 在官網上有列明度 但另外三隻合中三猴 原本也是一個地區限定的Pokemon 但這次官網中 可以看到沒有列明度 三隻是否有地區限定的 所以我們就當他們應該會全球開放吧 在這個活動期間 原本在香港只會遇到花椰喉 爆香喉和冷水喉就能夠結束 看來這次活動 大家都可以把握一定機會 就去捕捉一下色圍板 因為他們三隻都有開放的色圍板 花椰喉相對上可以輕鬆一點 等到活動結束之後也有機會遇到 除此之外 野生也有遇到新裝扮木棉球 大家都會遇到色圍板 我覺得這次活動 就算不追花陪陪 其實也有幾隻色圍板可以穿一下 我自己來說是木木棍 紋芒 索羅雅 這些都很重點 好了 來到田野調查 相信重點的 都是木研球的新裝扮 以及三隻猴子 活動期間 五星體戰 就是卡帕帕帕 這次捕捉到回來的 會有特殊招式自然之路 而超團體戰 就是超奇異花 好了 接近日就講薩樂德的活動 薩樂德會在這次的固化特殊調查裏 這個特殊調查的名字 叫物能流亡 就為7.99美金 這個價錢也不少 更貴 長期調查 長期調查也不太貴 7.99美金 但換成港幣 就是六十多元左右 而之前的長期調查 沒有記錯 平均價錢好像三十多元至四十元左右 現在這刻 燈一遊戲 還未見到有發售特殊調查 相信要等活動近一點才發售 到時候大家就去看看遊戲商店的準確價錢 如果你真的買了回來的話 千萬不要忘記 要登遊戲 去領取這個特殊調查 這個特殊調查領取的時間 就是活動開始 直到活動完結 大家可以放心 這個特殊調查沒有完成的時間 你喜歡幾時完成都沒問題 但最重要的是 記得去領取 買回來記得去領取 那官方暫時公佈出來的特殊調查獎 其實就真的最主要 最重點 就是得隻薩諾德 不知道官方是否覺得過兒不去 7.99美金 就是得隻薩諾德回來 因此官方今次說到 7.99美金 除了一個特殊調查之外 活動期間開的分享 都會增加機會 特別出現某些精靈 但你說我的精靈 是不是真的很吸引呢 我自己就不見得說是 那些花賠賠 依然都是這個地區限制 不是課金就沒有這個地區限制 大家要留意 這個分享的獎勵 指限你買了特殊調查回來的人 才有的 才可以享受到的 而且都是指限活動期間 即是3月21號上10點 至3月25號晚上8點 開啟分享才會遇到這些特別的精靈 暫時這樣看 我自己就覺得不算太划算了 其實就看看你對薩諾德的愛是否這麼大 我覺得如果你說5美金 我自己都可以考慮一下 可以分箱增加機會出現Pokemon 對於我來說 我不會買這次的特殊調查 我寧願儲存錢 買下GoFast 我這張券還好 這次7.99美金 其實嚴格來說 真的只有薩諾德 就算想遇到GoFast 也很難 只有一次機會 我已經抓了薩諾德 開圖 我自己來說 現在有理由 就不會去買了 未來也會有 7.99美金 去買這個特殊調查 來到最後 祝大家 在這次活動中 可以種到想要的色違版 我這個活動中 也有很多不少想要的色違版 希望可以像上個星期 種多點市場 好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